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 美國派來的特使衛生部長 那阿扎爾他今天去看了我們的口罩工廠 他特別說他們要把台灣這些機台搭去 買回去美國製造 顯然對台灣是真的很信任 那不只是買口罩是買機器 那阿扎爾有說 他說中國是隱瞞 然後在中國國內他們是禁止旅遊 但是他們放著他們的人出來旅遊 然後把病毒散播給全世界 所以對中國是非常的不諒解 那今天龐培歐美國國務卿 兩度稱呼台灣是國家 這個意義非同小可 因為他是國務卿 他是外交官 那不只是這樣 川普在受訪的時候 甚至於說他跟習近平關係已經生變了 已經很好 現在已經很久沒聯絡了 而且主持人問他 那麼台灣日本韓國可不可以擁有核子武器 可不可以擁有高超音速的飛彈 他說這是未來兩個月他們要討論的重要議題 而且在北京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館 本來大使館的那個灰上面寫中國北京 現在連中國都拿掉了 到底這個反應了什麼樣的事情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麼這個除此之外呢 我們看到香港黎智英已經被交保 不過朱立倫他這個說他挺新聞自由 那也要挺這個民主自由 挺人權 但是朱立倫今天被罵翻了 被國民黨的支持者罵翻了 他說他是民進黨的內干 可是這不是普世價值嗎 為什麼口口聲聲說他們親美有日和中 可是對美國的態度是這樣 今天我們也要來這個檢驗 那麼特別是馬英九 那麼另外呢是有關補選的部分 這個陳其邁登了廣告 全版的廣告說要我們要撐香港 但是相對的李梅貞說登廣告有用嗎 那另外是韓國瑜要這個幫李梅貞站台扶選 這樣的情況下陳其邁說 這不就是對那個罷免案的沒收嗎 所以韓國瑜出來這個陳其邁喊 九十三萬九千票有沒有辦法 今天我們也要來討論 那另外是因為這個李梅貞一直說 說這個總統府把很多的這個公家的預算 那麼都給了親綠的媒體 同時用的評審委員也都是親綠的 那這樣講是真的嗎 聯絡報沒有嗎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五位是民進黨的立委 王定宇王委員 黃伊大哥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學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范伊哥好 大家好 另外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游淑惠游議員 大王 以及政治評論員溫朗東 大家好 另外是資深的媒體人陳東豪 大家好 以及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賴宜中賴老師 大家好 那等一下還有二零一八年國慶 國慶日的設計師葉宗儀 以及前台北市政府官傳局的局長 檢禮院會加入 那麼首先我們要來看這個阿扎爾 他在今天的下午飛機飛回美國 來台灣四天 他昨天說李登輝是偉大的英雄 那今天他去台北賓館 李前總統的這個追思會的會場 追思悼念李登輝前總統 同時他也在留言牆上留下親筆的字條 感念李總統留下來的民主遺產 將會永遠持續深化推進台美關係 那除此之外 今天的這個阿扎爾 他也批評中國 在這次武漢肺炎疫情處理的過程 對資訊不夠透公開透明 即便中國內部實施旅遊禁令 很多中國人卻仍在世界各地旅行 把病毒散播到歐美 好 來我們來看VCR 台灣代表一排 美國代表一排注意到了嗎 美國代表青色白綠基本款 台灣這裡可是口罩國力強 就連川普在美國也讚賞 台灣自己前面前的尾巴 不是 我不是 不是 不是 這不是這樣的 我們只是說過關於疫情 他們已經完成了 結果缺口罩 台灣收集顏色 賴秦德紫色口罩配紫色領帶 胡召燮綠色整身 王美花從臉到洋裝 藍色配整套 阿扎爾獲贈這一盒特別款 隔天捨不得戴 阿扎爾 你今天今天沒有試過不同色號碗 綁台最後一天行程 阿札爾跑到五谷山區 參觀口罩機械廠 原來台灣之光 就是從這裡來 台灣一早三十幾度 熱道不行 阿札爾下車前 請AIT問問 能不能脫外套 其中一部份的機器 在這裡 將會送到美國 成為川普的歷史努力 建立民主義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金代看 兩人先拱手 再幾個守九把 台灣人防疫也很熱情 而阿札爾抽出時間 讓全世界扣印 QA台灣行 提問者從台灣 美國 越南 英國 通通打進來 關心兩岸關係 阿札爾怕越線 回答得小心翼翼 阿札爾特地到北濱 追思完顧總統李登輝 準備回程 短短訪問台灣四天 已經創下台美斷交後新歷史 美國這個國家 實在太可愛了 不會我們飛沿 不會我們飛機 竟然來我們 跟我們買口罩的機器 這就全球化的問題 這一次二零二零年的COVID-19 造成的問題 就是你原來全球化 最佳化分工 你也要做卡車 做卡車 你要做電腦就做電腦 你會做LV的包包 專心做那個 分配之後 大家尋求最大利益 自己改武漢肺炎發生之後 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藥品的原料在中國 口罩連FreeM是美國的廠商 的製造工廠在中國 結果對美國大多數的 尤其那個民調七成 對中國認為是 導致他們這麼重大損失的 主要原因 就是你在發病的時候 跟大家講不會人傳人 你不只放人 差不多洪一大哥一開始說 放人出來世界各國旅行 他除了放人出來以外 日本 歐洲 尤其像法國 美國的所有口罩的存量 通通被中國買走 日本存了十年的 口罩安全存量被買光 法國全部被清光 然後等到疫情爆發之後 這些人才發現 他們會做戰鬥機F-35 會做潛水艇 沒有口罩原料 那個熱容不織布 也沒有口罩機器 所以這一次 這個Azar來訪問這個長虹 也就在五股的口罩工廠 其實它有一個象徵的意義就是 台灣可以提供可靠 且乾淨的供應鏈 這不只是口罩 包含台積電 從IT到一般產品 這也是現在全世界在 後疫情時代 變成區域型全球化 或者同理念型全球化 一般講的旅遊叫 Travel Bubble 那外交叫 Diplomatic Bubble 這個泡泡圈 變成這個裡面 我信任的對象才可以 分工合作 如果不信任 現在連印度就說 我這個要在發生的藥 原料都在中國 它不給你就是不給你 所以這個東西現在迅速在調整 另外Azar除了有這個意義以外 它代表的是台美關係升溫 今天全世界媒體都在討論 那你看得到NHK 一點點補一次台灣 然後我今天 我剛剛跟彭博社倫敦連線 他連香港連新加坡 再來連台灣 他們就關注說Azar去你們台灣 到底有什麼意義 第一個它代表台美關係升溫 也是台灣旅行法 讓雙方高層可以互訪 我們的高層就是五個 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 他們所謂高層就是 內閣的官員以上 加上降臨制服現役降臨 所以Azar來的話 就代表的是 美方這裡已經有具體落實的案例 第二個意義是 當中國在那邊抗議抗議 Azar就很不客氣說一句話 台灣的事情不關你的事 以美國那個 這是台灣的事 對 這是台灣的事情 蓬佩奧這一次 除了稱呼台灣兩次稱國家 其實他之前講好幾次 這一次這個訪問團來台灣 是AIT主動公布新聞稿 也主動列出行程 以前賣了 以前都頭頭來 頭頭走 有時候不講 有時候是事後才講 因為怕事前曝光 中共抗議就沒了 這一次是事前讓你知道 當下還告訴你 台灣的事不關你的事 意思就是 以往台灣這幾十年來 我們台灣人這怕命的 我們努力在國際上 希望能夠有所貢獻 也希望能夠被看見 被中共的壓力 隔離 孤立 有時候連舞台都上不去 而那個干擾因素 至少在台美間 目前來看 這個干擾因素 降到非常非常低 也就是說 他要跟台灣振來 不考慮你了 就是說美國的外交政策 通常他像航空母艦一樣 要改航道 要shift 很難 但是現在我們在2020年的 我們這一代 我們除了目睹全球化 可能告一個段落以外 我們可能也正在目睹 而且參與美國這個航母 外交政策 正在轉向 它在典範轉移 它在改變方式的當中 而這當中 台灣是有重要的角色 是 好 這個我們來看 剛剛講到蓬佩奧 他是美國的國務卿 他在受訪的時候 罕見的兩度 以國家來形容台灣 他還說 美國派衛生部長 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台灣 就能夠讓北京感到威脅 或者生氣 這足以顯示中國共產黨的弱點 阿茲爾是接受CNN的訪問 以說向台灣學習 怎麼防治疫情很重要 他阿茲爾訪問台灣 最大的目的 就是為了在國際公衛社會上 支持台灣 他用國家形容台灣 他強調他一直很意外 為什麼當美國派衛生部長到另一個國家 會有任何人倍感威脅 阿茲爾訪台是肩負了降低 事業上所有人們染疫風險的 崇高人道目的 這是兩度稱台灣是國家 那川普呢 川普說 他跟習近平以前很友好 可是武漢肺炎 疫情爆發以後 已經磨損了 不再有感覺了 還透露自己很長時間 沒有跟習近平通話了 他說我跟習主席關係很好 我喜歡他 但我現在感覺不一樣了 那這個 因為疫情的期間我們變了 覺得不一樣了 我跟習近平曾經有非常非常好的關係 但是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沒跟他通話了 那川普也提到了台灣 來我們來看 好 那麼川普 因為這個主持人問他 說這個是否考慮有讓日本南韓 甚至台灣擁有核子武器 那川普沒有把話說實 他說這是接下來兩個月 重大要討論的議題 其實不只是核子武器 還包括高超音速飛彈的能力 我想請教范老師 為什麼他說 他就可以直接講說不可能 怎麼可能 為什麼他要講未來兩個月要討論 我先講一下從這個川普的這個 接受訪問 在我們在看蓬佩奧的這個講話 我必須要講川普對外交說實在蠻外行的 說外交不是他所喜歡的東西 因為他這個商人 你叫他談到中美貿易戰 他滔滔不絕 他有他的概念 他對於這個國際關係這一塊 我認為第一個他可能沒興趣 第二個整個外交的大權 我認為是國務卿蓬佩奧 他在主導 那美國就像之前的白宮的安全顧問 這個班農所講的 美國現在政府有四大歧視 一個就是蓬佩奧 國務卿 一個就是美國的安全顧問歐布萊恩 一個就是美國FBI的這個局長 這個瑞伊 還有就是司法部長巴爾 這四個人的確就是 等於是在川普 他就是你們把你們的分析給我看 那我再做 最後剛剛講到像波頓 前白宮安全顧問波頓 他說川普說什麼 臺灣是筆尖 中國是什麼一張桌子 好像對臺灣不太重視 因為波頓很喜歡臺灣 他寫那本書 其實就是批評川普 所以你們對臺灣不夠好 對 要更好 美國現在從蓬佩奧講 還有剛剛講過 包含這個這次的這個 這個衛生部長 他說臺灣的事情就是中國 你不要管 其實這個是從川普上台之後 就在做的事情 他二零一七年四月六號 第一次跟習近平在這個海湖莊園 就他自己的這個招待所見面的時候 當時中國的這個發言人出來說 我們有談到臺灣問題 美國那個時候說 我們沒有談到臺灣問題 美國就是把臺灣問題跟中國問題分開處理 過去中國當然希望把臺灣問題納進來 因為臺灣問題變成這個談判籌碼 過去中國一向如此 那個你那個美國你去教訓臺灣 那你要給我什麼 我們來交換條件 拿臺灣當作一個籌碼 美國現在就是說臺灣問題 OK 你要你問我 我就告訴你一個答案 就是我們美國就是三 第一個 臺灣關係法三個公報 還有後來我們看到的臺灣旅行法 等等 就是一個套餐 你講什麼我就回答你什麼 我不會跟你多談任何事情 因為這個是我跟臺灣的事 你中國你也不要想介入這件事情 所以從現在來看 臺灣跟中國就更加的敬畏分明 今天談到這個 這個核彈的核子武器 那其實我們知道 之前在李登輝時期 有叫一個張憲毅事件 張憲毅當時就是中山科學研究院的 核能署的副所長 當時因為美國要跟中國改善關係 所以美國認為臺灣不能發展核武 那因此張憲毅就叛逃了 當時叛逃是怎麼樣呢 美國派的直升機降落在中山科學研究院 把張憲毅帶走 然後飛到臺灣海峽的美國航空母艦區 就這樣玩 那張憲毅現在已經 後來他已經露面了 表示美國是不希望臺灣發展核武 那如果今天 美國認為臺灣要發展核武的話 那是個重大改變 臺灣絕對有能力發展核武 那如果美國真的認為這樣 那是個重大的一個對美國戰略上改變 他認為臺灣有核武 可以對中國進行這個振折 但是我不要講 川普是不是真的真的這樣決定 還是他一時說出來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你當初你制裁伊朗 有核武 你自嘗北韓有核武 你不是自打自打嘴巴嗎 你不能說臺灣可以 北韓這個伊朗不行 那這所以我不想說川普這個想法是真的一時講起來 第二個還有可能是美國有沒有可能在臺灣放置核武 其實在人在一九六零年代 美國是在臺灣有放的 例如這個銅牛四飛彈 在臺南 在臺南還有青泉岡基地 當時就是越戰的因素 美國因為他不能放在本土 他放在臺灣有必要他要使用 但是那個戰術核武 那會不會有這個可能 美國也放核武在臺灣 後來就撤掉了 撤掉了 因為一九七九年台北斷交 就撤掉了 所以這兩種可能 我覺得都是非常重大 那如果中國今天聽到臺灣發展核武 他晚上睡不著覺 為什麼 臺灣的核武的投資對象 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中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知識體大 那接下來還要看美國正式的回應 不過我覺得我們要再觀察 黃教授 我這個點我補充一下 剛才川普回答提問 他是講說 I won't suggest 他不會去暗示任何可能性 他並沒有正或負 他這是一個中性回答 但是剛才黃英大哥問這個題目 很重要一件事情 而且最近很少人討論 路透社在十號 訪問了美國的陸軍部部長 叫做Ryan McCarthy 另外也訪問了國防部長Esper 他裡面提到一件事情 這是陸軍部長講的 他說他們現在要在太平洋 西太平洋 臺灣菲律賓東邊 也就是菲律賓海 或者西太平洋這邊 部署兩支特殊任務部隊 要把最好的情報電子網路任務 還有極音速飛彈 要部署在這裡 以便在發生衝突的時候 可以針對北京掃除障礙 他說得這麼倍 那Esper國防部長 他就直接講 他們現在要減少歐洲跟中東的配比 要強化在西太平洋的部署 來平衡這邊的軍力 所以這一個報導就告訴大家 美國在今年三月份 夏威夷測試他們的極音速飛彈 成功了 是陸對地的 陸對海的 成功之後 由他的陸軍部長出來講 這已經是到 以決策層次來講 這已經到執行層次的人 說要在這個區列 從關島跟北馬里亞納島 一直到台灣跟菲律賓 呂宋島之間 要來找兩個地方 部署這個快速部隊 那這裡面就包括我剛才講 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不是突發奇想 不是偶然 這個都是跟以往態度不同 所以我就說 整個印太地區的世界秩序 經濟世界的全球化 這個時候正在移動 而這個移動當中 你可以從這些決策者 行動者的蛛絲馬跡 可以判斷出來 是 那這個宜仲兄 你覺得美國的這一個 對台灣朝國家的方向 這個事情有在改變嗎 我先回答一下 因為剛才有關於核武的問題 實際上有關於台灣 核武的討論 這個不是說是川普總統 他一時興趣或怎麼樣 實際上大概在兩三禮拜前 實際上在美國的 那主要的研究智庫 就已經提出來說 他覺得台灣應該要有核武 而且那個是叫Michael Rubin 在美國AEI AEI我們知道是共和黨 治共和黨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智庫 那在那個地方就開始引起討論 所以這個意思就表示說 實際上在美國戰略社區裡面 對於台灣擁有核武或希望台灣擁有核武 或者在台灣部署核武 這些討論的確是有在想 那剛才川普總統 他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是一個保守派的論科 他的一個那個廣播 所以他在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後面的那個脈絡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川普總統他剛才的回答 他也沒有說明確的否定 或者是表示支持 就表示說內部實際上 他在討論 他是知道的 所以這也是剛才那個王定宇委員 他有提到就是說 包括陸軍部長 包括國防部長 都有提到有關於極音速飛彈 那甚至這也跟在之前美國 他那個有關於中層的那個彈道飛彈的 那個在亞洲這邊的部署 因為美國和蘇聯 他想要說 俄羅斯說 我們要先從這邊拆夥 然後再重新把中國放到這個 中層彈道飛彈的那個合約裡面 然後這個將再來處理 所以說他在後面的一些 一系列戰略脈絡是在這裡 那現在回過台就講到說 有關於美臺關係 現在的進展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這個龐佩歐 他講到台灣好幾次國家 然後那個樂生部長 他來到台灣 他也說到這個蔡英文總統 過去那個甚至那個 剛才我還注意到龐佩歐 他在他在這個訪問裡面 他提到說台灣government 台灣政府 在以前美國是怎麼說 台灣政府 當體 對對對 所以說這中間名詞上面的那個改變 我是覺得這是重要 他以前叫蔡英文總統 叫Dr.蔡英文 蔡博士 對 然後如果說 在看馬政府時候的時候 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他是講說說 美關台灣人民的關係 現在變成是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所以說現在看起來基本上是美國 他是朝向和台灣是以國與國的關係 在走 但是可能還沒有馬上就進入到所所謂的 要建交的這個程度 那某種程度有點像是說 還沒有發展成那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之前的兩國關係 因為兩個國家彼此互相承認 對方是國家 不表示說兩個國家就一定要完成建立 正式外交關係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蓬佩奧他的這個訪問 而且實際上他之前也有講過 類似的這個語言 那再加上這次 他來到臺灣 他在那邊所作所為 可以看到說 我是覺得美國現在是盡量 他在一中政策的那框架 這樣 盡量放鬆 一中政策所可能的限制 所以說盡量去強化台灣 美台之間實質的關係的交往 就是說所有的東西還沒有到正式建交的程度 幾乎什麼都可以做 所以說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部長的那個訪問 而且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這次阿扎爾他來到臺灣的那個作為 就像剛才也有提到 他這幾乎每個行程都非常公開 他跟蔡總統見面公開 對不對 然後他在這個 偏方的公開 他跟那個吳部長的這個會面也是公開 然後他還有公開的演講 然後甚至今天到這個我們的李前總統那邊去致敬 這都是 而且還在那邊寫他自己personal note 所以說表示說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國與國之間 部長之間訪問的這樣的一個行程 而且他就讓大家就是要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是慢慢在朝向 就是臺美之間的關係 慢慢朝向 對對 慢慢朝向 臺美之間關係正常化 以前 總統接受訪問 有人會問你年底會訪問臺灣嗎 以前問那是很麻煩 以前怎麼可能問 這個不是沒有意義 我認為 表示美國媒體已經聞到味道 只是川普他就是你實問他虛答 因為我剛剛講過美國的 川普暫時沒有規劃 不表示他不可能來 因為我剛剛講過美國真的外交是蓬佩奧在主導 到了選情必要 他說你得去 他真的覺得他就得來 因為川普我剛剛講他對外交他真的是 他不是那麼理解 那我剛剛講過 這次的跟這個阿札爾來的這個團裡面 有一位誰呢 國安會亞洲事務副自身主任叫簡以榮 國安會的 對 他的中文名字叫簡以榮 這個人今年二月賴清德到美國去的時候 華府訪問 也去了國安會 他接待的 他這次來臺灣 他絕對不會 只是為了防疫 都是不止 這裡面可能還有 可能太悶壞了 想來旅行 或許來吃臺灣美食 但是絕對不是 因為他們現在來臺灣很難 所以很多人搭了這班班機 因為他之前在美國篩選 來臺灣還經過嚴格篩選 是 攤什麼 絕對 可能就跟安全有關 而且今天媒體報導什麼 臺美的貿易協議 這次阿札爾在跟蔡英文對話的 閉門會議 FTA嗎 他就是臺美貿易協議 這也讓大家覺得是不是臺美未來在貿易 這一塊 有更多的合作空間 所以總的來講就是說 這次阿札爾他來臺灣的行動 剛剛講說公開之外 他是有非常高度政治性的 他沒有必要 他算他 他沒有必要去李登輝的 先那個總統的那個 去臺北 賓館去釣營 他主要是衛生嘛 對 防疫嘛 疫苗嘛 對 那為什麼他這次特別去 這次有非常政治意涵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他來到見蔡英文DG話 是我是承川普的前命而來 他就是川普的特使 所以這個意義是完全不一樣 OK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川普上任之後 賣給臺灣的武器 二零一七年賣了一次 六月二十九 賣了很多 什麼反輻射飛彈 什麼空對地飛彈 什麼MK48魚雷等等等 總共賣了價值四百三十三億 這是二零一七年 到了二零一八年 這個九月隔了大概一年三個月賣給我們什麼 賣給我們戰鬥機的系統配件跟航空系統 這賣了一百零一億 隔年二零一九年的四月賣了什麼 賣了F16戰機飛行員的訓練跟後勤 維護的續約 這賣了一百五十億 二零一九年的七月也就是四隔三個月後 賣了什麼賣給我們他們現役的最主力的戰車 叫艾布蘭戰車 這個賣了六百六十七 這當然包括什麼赤針 赤針飛彈 那二零一九年還沒刷呢 隔一個月又宣布賣六十六架 F16V戰機 Block 70型 還有包括發動機總共賣了兩千四百億 這不得了 不得了 這過期大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這是二零一九年 我們看到了二零二零年 先是五月宣布十八枚重型魚雷 五十四億 再隔兩個月賣什麼 愛國者三型的飛彈 一百八十二億 再隔一個月又賣了什麼 賣了十一套M-142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一百五十億 然後四架MQ-9海上衛飾無人飛機 一百七十六億 另外還有海鷹反潜直升機 兩百七十三億 那為什麼川普現在對台灣的軍購 是這麼的願意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請教 同時剛剛王委員談到的 王委員談到以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 是這樣寫的 美國駐華大使館 中國北京 現在忽然之間把中國拿掉了 為什麼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進廣告 我們總統討論戰略改變了 剛剛王委員也講 美國這艘航空母艦 外交航母 外交航母 現在軸線也在翻轉 典範轉移 那剛剛我們給大家看 從二零一七年川普上任 二零一七年沒一遍 二零一八年沒一遍 二零一九年沒兩遍到二零二零年 一直買 請教朗東兄 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說你看今天阿扎爾 他去看這個口罩製造機 這個很關鍵 因為說像是紐約時報 他在八月十一號的時候 有一則報導 就回顧美國一九一八年的時候 那個流感大流行 說是十幾二十萬人 因為那時候大家就不戴口罩 那為什麼紐約時報講 因為紐約時報的立場 跟川普是比較對立的 其實在提醒說 川普他是一直到七月二十號的時候 他才戴起了口罩在推特上面 但是在選戰當中 紐約時報對川普的一種影射跟攻擊 就是說你沒有注意口罩這件事 所以其實阿扎爾來兩個意涵 第一個他在口罩機 這表示說 他其實也在效仿臺灣 這個把口罩這個政策 做得很好這件事 那第二個說臺灣為什麼防疫做得好 因為臺灣對中國有不信任 有戒心 那這一點就可以把是說 他美國疫情這個問題的根源給點出來 其實問題的根源就在於說 中國的說謊跟逆報 而這一點 他不只是一個選舉上面的操作 他更是說凸顯說美中之間 因為這疫情關係 變得更緊張的一個原因 那其實你說中國他真的很兇 因為是說什麼 這個阿扎爾來到他對臺灣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看到香港 這個事情非常好玩 因為這有個細節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像黎智英或是周庭 八月十號晚上的時候 就是被香港警方所逮捕 可是到八月十一號的時候 最快八月十要下午三點的時候 香港電台新聞出來 說美方那邊要針對香港 給美國產品在九月多了 這個時候 香港製造變中國製造 結果這新聞一出來之後 本來是made in Hong Kong 以後全部都made in China 對 那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不過就隔了大概六七個小時 香港警方就放人了 我覺得有點因果關係 所以他發現說香港民眾 不只是買報紙買股票 連美國也就直接硬下去 就是說香港製造變中國製造 所以對中國他這種硬 就好像表面上很硬的態度 美國其實沒有退讓 這一點我覺得臺灣要參考 最後我要說 其實國民黨這個真的是 很多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國民黨過去 他也是說美國跟中國之間 要維持平衡 那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現在好像都一直在罵美國 一堆還要說 還有人說希望美國醫生部長 要下臺幹嘛的 過去AIT在內湖 就附近的時候 要成立新管的時候 馬英雄還去埋時空膠囊 那時候馬英雄在野黨 然後過去的這個總統 他也是有去 那這次部長來 他有見馬英雄 他有見任何一個國民黨人 當然把國民黨當空氣一樣 這其實蠻可怕 我剛剛心裡在想一個事情 就是國民黨跟AIT 還有跟美國的接觸 我們也不方便講給朗東聽 因為畢竟民進黨跟美國 一定有管道 我們跟美國也一定有管道 那美國也再三跟我們講說 他對於國民黨跟民進黨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現在民進黨是執政黨 在於一些外交或是實際上的合作上 當然是跟執政黨談 我們總不能跑出來說 不行你要跟我們談 要過了我們這一關才可以 誰執政 當然有這個權利 我們要去尊重 但實際上私下互動的管道 大家都有 那這點朗東 因為可能不在公務體系 雖然沒有那麼瞭解 我覺得OK 我們也不用拿出來大肆宣揚 所以你們一直去嗆阿札爾 我們沒有嗆阿札爾 我們沒有嗆阿札爾 就是美方默許的 而且更好笑的是 民進黨有一些官員 想要幫阿札爾解釋 也不先看AIT的新聞稿 AIT已經都在講那個事 又另外一事 AIT已經講了 他就是講怎麼樣 可是你們有一些民進黨的官員 硬要去把他翻成另外一個字 你糾正發言這事情 英國跟法國的記者都覺得不妥 我們先講到說這個臺美關係 在座的每一位 包括我在內 我們先是臺灣人 再有黨派跟意識形態之分 我想大家都同意 對我來說 臺灣最好的策略 我個人來說就是七個字 必戰壯大交朋友 我們要必戰 臺灣不要捲入戰爭 我們太小了 可是我們要壯大 我們要交朋友 所以越多朋友來 當然對我們來說都好 可是我希望的朋友是美國 而不是川普 為什麼 因為川普這個人的變化太大了 太沒有誠信了 如果大家記得他2017年 他2016年當選 2017年馬上就去中國大陸訪問 就去北京訪問 他當時盛讚習近平 是最偉大的領導人 他還說他是一個很好很好 很好的人 我對他了解很深 而且還帶了一個視頻 就是他的外孫女在那邊 白日人衣衫進 我永遠都記得那個畫面 我就覺得 哇 這個川普果然是有生意人的本色 然後再看他最近那個專訪 他怎麼說 我過去跟中國的關係很好 跟習近平的關係很好 是一直到疫情的發生 他不是因為人權 不是因為民主 不是因為北京對台灣的這個文攻武嚇 所以他要跟中國大陸不好 不是喔 他是因為疫情 連累到我了 連累到我的選情了 所以我要跟習近平不好 所以我想要跟美國交朋友 我想要美國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可是那個人不是川普 因為在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 不一定還是川普 台灣在美國的兩個候選人裡面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做賭注 好 那我們現在講回來 就是對台灣來說 美國的友台政策 持續穩定 才是最大的利益 不要因為哪一個人上去 哪一個人下去就改變 我們來講一下 你如果單純去看那個數字 還要去看那個時空的關係 對川普 他是個瘋狂的人 如果你去看他最近 最近在講有關那個 那個收購那個抖音的事情 他有一段話說 有一段是說 他覺得他覺得要去抽稅 如果還賣給微軟的話 抽成 他要抽成 你怎麼想像一個美國總統 你去講 這個買賣他還要抽成 可是如果你再回去看美國政府 或川普政府的運作 會跟川普兩個人是形象 會完全是不一樣 那這時候 因為你講到軍購 我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因為有關於那個 多關火箭海馬斯的事情 我忘記是去年 還是哪個時候 中共的 中共的那個國慶閱兵的時候 他有展示 他的多關火箭 大概也是號稱三百公里 意思就是百廈門 可以打臺灣任何地方三百 因為臺灣海峽不會超過兩百 那美國所有對臺灣的軍售裡面 一定考慮到平衡 就是美國人在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在軍售這塊他一定考慮到平衡 那你再回來看 看美國的美國的政策到底會不會因為川普或拜登而受影響 某一個程度的一定會不一樣 可是大的方向會不會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看美國 他對於這個東亞的這個戰略利益裡面 他的鋪排是從逐步從一九一九九六年 克林頓跟日本首相 橋本龍太郎重新簽那個安保 日美日安保的時候 其實當年的所謂的周邊有事 本來是針對的是北韓 可是你知道中國的反應非常強 他其實是為了北韓 可是中國認為說那個會包含到臺灣 外遇到釣魚台 從一九九年走到今天這走多久 這個趨勢你才慢慢看得過來 所以剛才定委委員還會講說 你那個那個那個航空空間在轉彎的時候 他是慢慢的 所以美國美國這 由於這兩三年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國務院系統 跟他的舞蹈搭訕系統 對於東亞這一塊 逐漸趨於比較一致的態度 所以你即使換黨執政 不管川普有沒有連任 或者是拜登上來 他要再重新扭轉 那個還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好那在這個這個過程中 臺灣最重要的是說 你要保持平衡 哪怕是不對稱的一種一種關係 你都要一定的基礎 所以你從你從阿達爾來 他就是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你從這段時間 這個美國航母 他就有象徵性意義 最重要的是其實他為什麼會走成走到這一段 其實是中國自己 崛起的方式出問題 可是問題是中國他的崛起方式 尤其是在這幾年 所以你回過來看 看這所有的一切 因為當然不是國民黨中央自己出來講 就是說阿達爾部長的那個口誤 你可以大家每天晚上都要看電視 誰代表什麼樣的政治立場 太清楚了 我當然不會說某一個立法國民黨立法委員在講話 就代表國民黨中央 可是你形成的國民印象是什麼 因為在上節目之前我看到創下貼了一個貼文 就是創下以前在爆炮銷的時候受訓 所用的這個雙管防空自走炮的這個戰車 那前兩天中國在這個南海戰區 他比較堅信 三十年前的臺灣的用兩管 他這個變四管 有比較進步一點點 可是你要 你要秀肌肉 你也不要拿這個出來 你現在打現在的飛機 你是要打什麼 你這種四管的這種防空自走炮 這個怎麼打 你對付現代的飛機 你是要對付哪一個年代的飛機 也就是說你再看中國自己 這是中國央視軍事頻道 自己做的內部宣傳 我講這個意思 也不是說中國的武器就這麼爛 都是老古董 但是你要知道說 你怎麼會秀這個東西出來 因為中國 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 八月十號 把頭貼上的中國兩個字去除了 變成了美國駐華大使館北京 那可是在去年 也就是二零一九年的六月十號 為了慶祝美中雙方建交四十週年 上面還有一個美中建交四十週年的 這個圖作為頭貼 然後上面寫了 美國駐華大使館北京中國 美國駐華大使館北京中國 那現在把中國拿掉 這個八月十號把它拿掉了 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講的外交有很深的抵運 那個變得是比較慢 但外交也有一些基本的禮節跟常識 犯了一定會被笑的東西 那我先講這個 剛才朗東講 把那個香港出口的變成Made in China 跟黎智英的釋放 那可能是關係之一 這個是原因 這個是美國在中國大使館的 微博的貼相 那他把它變更從中國北京 意思就是這個 這是美國在中國的大使館 代表美國政府跟中國的代表性政府 他把中國拿掉什麼意思呢 你回頭去看蓬佩奧最後一次演講 中國共產黨不是合法代表中國人民 意思就是中共政權 CCP 並不能代表中國 這個頭像 一換 那個環球時報那個胡大總編 不是嗆那個 阿扎說 你好大禮跟台灣建交嗎 8月10號 這一個頭像一換 五個小時後黎智英交保 那這個頭像換 所以這個換是有意義的 把這個換 你可以解釋 他明天也可以換回來 因為這個換不用本的 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用成本 我跟你講 外交有一些很膚淺的 移結一些東西 也有一些很深層的改變 當美國如果兩個總統候選人都告訴你 我對待中國 中國人 跟中國共產黨 是不一樣的 還告訴中國共產黨 換個 把習近平換下來 你們會更好的時候 如果這變兩黨共識 那個就是在底下的抵運 會有一些運作的政策 這個圖像 你可以把解釋很膚淺的換一下 他搞不好可以講說 小編忘記加上去 明天再加 這在外交上 是很高端的手法 因為這營動 中國就有無限的想像要去拆 第二個我要講軍售 軍售 軍售除了剛才弘英大哥講那些 武器什麼的 武器的性能價格是一件事情以外 你看兩國之間 特別台灣跟美國的 就軍售 它是透露著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蔡英文政府來之後的軍售案 第一個方式改變 以往是台灣一直報需求 美國一直收 他沒有要給他帶 他放著整包包裹 包裹式 過了他喜歡的時間 他再來選幾樣同意你 有的過時效了 有的根本不服我們的使用 有的會被 因為你是包裹處理 會被當時的政治氛圍干擾 不見得能賣 或會Hold住 所以我們F-16 CD 報上去說我們需要20年 到現在還沒回答 那現在改成 從第一筆 你看第一筆 那個空軍的套裝 他就是我們馬上報 他在180天內回答你 而且單一軍種 他就可以賣你 第二個 價格 有人說買的比較貴 我們最近這幾批的軍售 像M1 A2 T 美軍幫我們下訂單 我們買的價格 跟美軍一模一樣 一毛沒有增加 就是美軍買多少 全給人他沒賺錢 就花多少 第三個 你要看他賣的東西 性能 不要看那麼多型號 看兩個 距離跟主動性 這幾年賣給我們的距離 都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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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積極式防衛性武器 也就是可以到敵國的境內 這個是以往不可能準的 朱立倫今天聲援了黎智英 朱立倫寫的 不管你喜不喜歡黎智英個人 我們必須保障言論自由 不管你支不支持蘋果日報 我們必須維護新聞自由 這才是民主自由法事的基礎 才能獲得真正的民心 夭壽 這樣說出來說 他們夾得真正的路 說他是民進黨派來的內干 那國民黨的支持者 為什麼會是這樣 所以我才講說 沒有錯 你們說親美 可是好像感覺上 大家的感受又不一樣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這個廣告